第四关 夜幕降临 今天我们继续植物大人将吃 塔坊版夜幕降临这一关 有意思哈 就是关卡有点少 目前只有七个 那么夜幕降临肯定是夜晚的关卡了 那我们真哥就 400阳光一个 白亮 那我们选好植物 火树进入这一关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双头射手毫无争议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安排大喷姑 待会有阳光了 我们再升级真哥 很期待真哥在这个版本的表现啊 小喷姑前期呢 也要占据重要的位置 开局就刷坚果墙僵尸 你刷僵王博士都可以啊 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塔坊一哥的实力 现在我们还剩125阳光 前期呢用小喷姑过渡一下 再现等一个真哥 干掉一个僵尸才15阳光 真哥需要400阳光啊 我们还要干掉多少个僵尸才能摆真哥啊 有没有小伙伴算一下 我数学经常不及格 这铁门僵尸和坚果墙也太难打了吧 大爷爷来了 小喷姑干掉他呀 完了 得用樱桃了 那这样高尖果和大爷就拦不住了呀 这一关想买一个真哥咋就这么难呢 不行 今天我必须在这一关用真哥过关 我们开局直接把阳光用完 双头大喷瓷尼姑 这样除了高尖果僵尸打不过以外 其他我们都能打过 我去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一定要打过啊兄弟 杀猎姑救一下 我的天哪 好极限啊 现在我们这输出不能等真哥 我们得尽快把机箱射手给做好 哎哎你搞什么 为什么每一次都有一个捣乱的而已啊 还好我们输出个高把他打死了 要是这个双头被吃了 我原地去世你信不信 等我们有了250阳光之后 把机箱射手给安排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等真哥了 哎现在有机箱射手 那就好说了呀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的等一个真哥 哎这个高尖果僵尸 我不会打不过吧 这个杀猎姑救一下 上次就是你拯救了我 我还得感谢你啦 我去还没断手 不会吧 完了他上去了 现在怎么办 现在大嘴花救一下 也不行啊 下面还有一个上来的 他只能吃一个 那我们这样 我们把那个杀猎姑铲了 然后放一个双头射手 这样应该能守住吧兄弟 哎断手了应该可以 哦那上一个守住了 这个我们也能守住 390阳光了 马上就有一个真哥了 感谢大爷赠送了真哥 现在我们有真哥了 这个位置的真哥 可以打很多很多的伤害 但现在就没有难度了呀 兄弟们 我现在基本上可以关掉显示器了 塔坊游戏就这样啊 当你阵型摆好之后 基本上就可以闭着眼睛玩了 现在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升级真哥 等有了阳光之后 我们还可以在最后面 安排一个嘴哥牌守门员 那现在我们有前锋 中位 后位 守门员 那这一关就过了呀兄弟们 就目前这个阵型 已经没有僵尸能够走过来了 而我们还在升级真哥 升级真哥 那僵尸都在前半场就倒下了 这样显得我嘴哥很尴尬呀 不行 今天我嘴哥必须吃一个 不然显得我很没面子 那我们把嘴哥给挪过来 吃啊 快吃 你怎么不吃啊 快吃啊 哎快吃啊 经过艰难的防守 植物们终于赢了 只有嘴哥输了 一个也没撈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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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